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产业快讯 极点股王上营第二季因为受到了汇损冲击 那么税后存益即减直逼是四成左右 EPS下降来到一块二九表现不如预期 不过上营表示随着自动化需求持续增加 再加上近期汇率走稳了 下半年的营运就会越来越好 机械手备来回运转 精准又快速的将小圆球放到定点位置 工具机大厂上营抢攻自动化商机 推升第二季合并营收较上季大幅成长17.4% 达到35.38亿元 但获利受到汇损冲击表现不尽理想 整体从明年来看对上营来讲应该还是乐观 毛利率较上季小幅下滑来到39.8% 税后存益即减38.5% 只达到3.28亿元 EPS1.29元 不过累计上半年税后传益 依然较去年大增36% 来到6.34亿 EPS3.4元 会一季比一季好 今年有这个希望了 对下半年营运 董事长卓永才依然保持正面态度 强调目前皆胆满载 整体试矿表现不错 加上机器人事业已经开始获利 下半年平均每月出货量超过百胎水准 营运渴望足迹攀升 菲营运渴台北报道 好 好